手機在這裡 本來想開忽然Live 但還是沒有了 你看我正在開工中 怎麼可以忽然開Live 因為這樣忽然開Live 隨時要回去工作 先關門 那我錄音這麼大聲說話都不怕 不怕騷擾到樓面 這輛是現在沒有問題可以使用的車 但這輛就要維修了 主要是前臂力 看到嗎?已經拆掉了 哎呀,鏡頭有兩股 不要緊,是這樣的 PoV做車 拆掉了 在桌面 就預備一會再做 待會再慢慢說 又說笑題外話 當作是VD 最近有款車好像也是Canon 會自己彈回軚子 突然發現原來這些位置也有這樣的作用 會彈回軚子去中間 搞笑的 不懂得彈回軚子 不懂得彈回軚子 然後上網檢查過 原來就是裏面的彈回軚子有問題 就是這樣 這個鏡頭看看剛剛角度 兩部機 遲些會剪片 這個就直接一比一 這樣的玩法 其實不用太歪 不要緊 那部機沒有太歪 那部機正在錄音 這個就是Sheram的Belick 這款 其實有一個問題 不是有問題的 它用多油 即是這個 放在那裡 這種Belick 其實就不太好 我個人覺得 比起Cemeno 因為我是用Cemeno 因為我之前做過 它已經有少許油 是會腐蝕的 所以對手不太好 做這種Belick 就一定要戴手套 做Cemeno 的Belick 可以不用戴手套 因為Cemeno 的油 叫抗物油 現在我就要放些油 放了些油 才可以 因為是裏面的Belick 封箱有問題 裏面的Belick 封箱應該是吃死了 不懂回彈 這裡勉強看到 裏面的Belick 封箱不懂回彈 原來那個 彈弓戒指 前面那個 對 沒有彈出來 彈不出來 那隻彈弓戒指 就是這個 我現在試一下這個Cem 做不得到 如果這個Cem 做得到 可以繼續 真的 可以的 很方便 這樣就拿了彈弓戒指 出來 這些就叫做彈弓戒指 這樣就要弄乾淨 還有它這些 鎖油 它那個 複蝕性 真的有時候 令到你滑滑的雪 原來眼燈在那邊 好像還沒有那麼好 就是這樣 這裡面 拿走了這隻戒指 出來 一定要戴手套 複蝕 另外再講講 這個就是 硬裏面的 Belick 那條推桿 這條推桿 還有一隻戒指 最重要的要小心 這隻戒指 就在這裡 還有這隻彈弓 一會兒裝的時候 就比較麻煩了 所以 Cembele 真的有少少 我覺得 沒有 XT那麼好用 當然有錢 玩XTR那麼好 現在就是放油的過程 我便會準備好 還有不可以用普通 任何的 索膠 這種是防腐蝕的索膠 才行 現在就是這條 芝士 放油過程 倒了油 才行 接著就拆這個 Belick 將Belick 由車架 拆下來的過程 不用了 幾顆螺絲 你看這裡的油 已經是 被油漆 被那些 多油腐蝕 因為上次可能 因為我已經是上手製的了 不關我的事 哼 這架是熱手車來的嘛 就是這樣 戴了手套 我的Cembe 用了保護裝置 我不知道拍得好不好 這樣就脫掉一脫的手套 真麻煩 這些手套脫掉多 就不行了 咦 喂 機器玩什麼 一碰一碰的螢幕 我機器的角度不好 一邊弄 一邊講講其他話題 是吧 製造車呢 其實就是 當一個樂趣也可以的 有工具 有時間 那 最好一件事 現在上網是可以看得到 好多 哎呀 大錯位 哎呀 有工具 好 那就 暫停了 好 電話箱真的有工具 所以 暫停 來個機率先 裝回蓋皮先 蓋皮在前面裝 還是後面裝 我都忘記了 應該是前面的 裝蓋皮其實很簡單 但是有件事要留意 就是千萬不要製造油 後面都放進去 應該是 後面都放進去 沒有什麼特別工具要需要 但是現在有一個小問題 我可以加上這個 這塊東西 就要來撬開 裡面的崩泊 因為我上次製造的 可能頂部的崩泊 走了出來 所以 要加這塊東西 撬一撬它 最好用這些塑膠的東西 再放進去 那個崩泊 又是 又走了出來 撬花崩泊進去 裝回蓋皮 對 現在就長上很多 另外這一枝菊花頭 六角時 我就是買 那些 維修 加油的零件送的 這枝應該是T多少 但我忘記了 先看看 不要緊 在下面的描述 下面的描述 最好 拆的時候 就用一個袋子 用一個袋子 裝著它 這個就實在就可以了 不用太拼命 因為是鋁質的 鮑魚 殼 好像有少許 還有一枝反光 這裡反光 有燈 又有這個問題 理論上這個也不想用尖嘴鉗 這個就是第一個步驟 裝回蓋皮 那是Cimeno 難道真的要我拿尖嘴鉗 是要用手做到 不行 哎呀 不要掉 找回 好在旁邊有一張白紙 就是這一粒 這個鏡頭也是太近了 原來可以打開 這些有教掌燈 是 這麼不專業的 對呀 上次影片有頭沒有尾 不過影片裡面也解釋了 好 拍一聲 搞定 又掉了 這個三腳座 不太好 接著呢 這一塊 就可以這樣用了 其實這一塊 是 在那些裝修公司 他們要來放那些 裝修做木的時候 要來放那些縫位 這塊很便宜 因為它釘了下去 就不要了 當然你解一塊木片 也可以 有些網上就說 兩塊信用卡 為什麼要一定放著它呢 那我就因為 一會兒會 放油 放油 而且我覺得 這個厚度 剛剛好像差不多 一隻碟 這塊東西 還可以 用來迫開 鋪板 鋪板 你放著它 當然你裝輪子 也可以的 裝輪子 但是 沒有那麼方便 我個人覺得 而且這一塊東西 遲些 各位團友 有機會跟老闆團 去台灣 要拆車 拆開車的時候 有時候 擔心 你在香港搭一搭地鐵 就無所謂 但是如果你 運飛機的話 在飛機上 可能 甚至沒有人 碰你的 鋪板 飛機的氣壓 都可能 令到鋪板 把鋪板 彈出來 現在一邊 推進去 就會撞開 鋪板 這裡 看得到 這樣 大約這個厚度 我一會兒 我一會兒 一會兒 把鋪板 撕開 鋪板 我會不斷 拿鋪板 沒有進鏡 手 這樣 然後 一會兒 就要在這裏 放鋪板 不要太震 這裏 這裏 裡面 都沒有 全都沒有 因為我拆了 這裏 把鋪板 放了空氣 但不要緊 我遲早 都要 放一次氣 整個系統裡面 要放氣 放裡面 空氣出來 不是放氣 現在快很多 那時候是 捏了 不會彈出來 這個 這個 至少 這裏 有一個調教 Nitro 這個是R 這個 差一點 不要緊 好 下一個鏡鏡後 加油 就能夠 在那裡 那裡 做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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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機